师父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我们现在去城东那边看看 如今城东已经被英师给围剿了 但是城东门外山林耸立 我们不曾严密防范 英师也有可能会放松 就算他们严守 那这么多伤还躲不开他们 阿东 你真的长大了 谁 快走 师父 你跟我一起走啊 快去叫人 你一路跟我到这儿 看来你们不只是要太子之心 你们还想要我的命 那又如何 如今公孙刺史重生 朔州城四名楚歌 你非要在这个时候取我性命吗 少跟我废话 我的职责就是将你就地正法 你非要在这个时候取我性命吗 你尤凌郡郡主 你还有什么颜言吗 我就算死 也不会死于 造作之手 师父 你没事吧 你可是他什么身份 你若帮他 日后必定后悔 老夫只知道 他是力聚外敌 守护朔州城的青蛇都尉 这位小郎君 你是在殷师围城之前 进的朔州城吧 那么现在朔州的情况 你也应该知道 刺史富商 全朔州百姓的安危 全都仰仗着李都尉 所以 我不能让你伤了他 你若执意帮他 那我们走着瞧 多谢秦郎 秦郎 我想到办法 我们出得去 当时我们用水淹土喀舍之时 已经抽干了城内 向吴定河排水的失去 师父 还是让我去吧 你的伤 我来吧 我对这一块 可能会比较熟悉一些 李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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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史 扶一下秦郎 刺史 李都尉 你怎么来了 秦郎跟我说 你们发现那条失去 可以通往城外 看你这身打扮 你是要亲自 欠去报信吗 城内的失去 直通吴定河 灵师已经围城了 只有吴定河那一片是住房空虚 如果现在不去的话 怕是没有时间了 我打算趁着夜色赶紧出去 向外界报信 你本来就已经身受重伤了 今日又遇到行刺 可以说是伤上加伤 我怎么还能忍心 再让你去以身犯险呢 是啊 李都尉 今天那人下手可不轻啊 李都尉 让我去吧 朔州需要你跟主公 说着有你们百姓才能活下去 况且我本来就是主公的侍卫 这是我的职责 不可 识区本就是排水所用 狠是狭窄 你钻不过去的 刺室 我可以 我过得去 阿窦 师父 我知道你担心我 不想让我涉嫌 但你现在一身的伤 要是再不好好休养 怎么坚持得下去啊 你也不想自己倒在半路上 误了求援的大事吧 所以这件事我去最合适 请刺室相信阿窦 阿窦一定不负重头 你就别胡闹了 你还只是个孩子 我怎么能让你以身犯险呢 正是因为我年纪小 所以才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啊 更何况 我师父为何受我为徒 还不是因为我机量 我跟了我师父这么久 学会的招数可多了 不过 等我回来的时候 此时 你给我封个军营里的 头头当一当 师父 不要再犹豫了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你难道 还不相信我能应对得了 好 好 这个包袱 你一定要拿好 包里有套生路线 还有些绣弩 可以对付一些罪兵 师父 有眼光 等我立了宫回来 你们 可都得叫我 斗大将军了 阿斗 一定要保重 知道了 师父 叫大伙坚持住 等着我 李都尉 你这真是受了一个好徒弟啊 我没有教过他什么 倒是我 三生有限 能够遇见到